大家来看 不得已他还是需要过渡一下 他想快速入局 这个球好累啊 球形现在比较散 想快速入局很难 就是这个杆 抬高杆尾的一杆能不能打好 好他准备送一颗星去打了 弹起来 我不太明确他这个到底是 如果一颗星的话应该是拐头一颗星打 红球同一个带 那么如果他准备推中带的话 这杆球的力道就实在太大了 大的有点离谱 他是准备带一下这颗红球的吗 何必呢 他现在只能打这颗了 还好 戴维斯身体很长啊 即便这颗打进 他又去选择哪一颗彩球呢 我们看这个球落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漂亮 好久啊 这颗星上来可以直接叫七号 我把他过了 其实这颗力度还是蛮难掌握的 要打一下高球有可能起不来 好悬啊 这个带脚戒 打得薄了 出发 19 20 Henry走这种球总是走得很规矩 他是走一个手摆的位置 28 横过来的位置也很规矩 17天好像看到Henry的那个球杆的皮头非常厚啊 对 很饱满啊 嗯 怪不得他的拉杆就没有办法打得很穿透 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走脚来走上方的红球 走得很漂亮 43 不懂啊 Steven Henry 43 为什么他们都是在这种地方犯错呢 完 拉干又过头 走到的都是中场球 没有办法走到更近了 但这个明显是比刚才他看了一眼 五分球来的明智 他这个球是想用篮球来做这个红球 第一次拉干拉得大 太大了 现在两个人的问题都是打不进 当然也有走不到 互相露来露去 这个球露大了 Hendry这局又麻烦了 不过由于这个六分靠边 所以还是不好说 1 关键就看这个五走六 4 6 这个应该是kick 这个球应该是kick 不可能差这么多 半镜头看一下 没有看到明显 kick的痕迹 因为主球挡到了这个三分 那这个球他下反赛 有可能是这个点让的不够 这么近距离要差这么多 太难了 3 7 7 还是没有进 不过已经不重要 谢谢